大家好,欢迎来到毛儿手作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款山岳玉领背心的编制方法 这款背心不仅结构简单,而且花线也非常的简单 新手容易上手 这款毛衣用到的线材是出血 用到的工具是9号的环形针和10号的短直针 视频中乘以尺寸一长48厘米,胸围104厘米 编织密度10乘以10平方厘米内23针35号 大家在编织之前一定要先编织小样 如果编织密度一样,可以完全参照视频中的数据进行编织 如果编织密度不一样,可以通过调整针号或花形来进行一幅尺寸的调节 接下来我们先学习一下图解 了解一下这件衣服的基本结构 及编织过程中所需要用到的一些基本针法 在开始编织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图解 了解一下这件衣服的基本结构 那么这件衣服的结构是非常简单的 它就是由一个衣服的后片 一个衣服的前片来完成整件衣服的编织 那么衣服前后片的编织都是以三针I-Code的起针法来进行起针 编织122针 那么当我们的医生编织到了我们医生的总长度是158行45厘米 我们再来进行衣服斜肩的处理 以及这个后身片后领窝的减针 那么这个我们在后面跟大家在具体的编织过程当中 会跟大家主意的演示 同样的我们衣服的前片也是从以三针I-Code的起针法 编织122针向上进行编织 那么在整件的衣服衣身部分45厘米的45厘米158行的编织过程当中 88行25厘米作为腋下的衣身部分 那么我们衣服的绣洞有70行20厘米长就可以了 当我们编织到了腋下部分88行之后 继续向上编织12行 也就是在第101行的时候 我们开始进行前领的领口的收针 那么最后我们把这两个衣片 左右两侧的身片进行缝合 最后再调织 袖口的丹罗纹花样在2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我们再用I-Code的收针方法 V领部分进行I-Code收针就可以了 那么整件衣服的结构是非常的简单 同样的它的花形 我们整件衣服在I-Code的起针之后 我们全都是编织10针12行的花形来完成的 那么这个花形也只有上针跟下针的交拓进行 来形成这样一个花纹的 也是非常简单的 好 那么在学习之前 我们首先来学习一下 我们在编织过程当中所要用到的针法符号 这样方框中一个竖线或者是一个空白的放光 是代表着下针 方框中一个横线代表的是上针 那么这样一个椭圆形的黑点是平收针 方框中一个人字形的符号是左上两针并一针 方框中一个路字形的符号是右上两针并一针 那么方框中这样一个V字形加一个左右两侧都有一个圆圈 那么这是我们银版的符号 那么这是我们整件衣服当中所需要的一些 用到的一些基本的针法 我们整件衣服用到的花形是这样十针十二行的一组花形 那么全都是通过下针上针的位置的变化来形成这样一个三角形花纹的图形 好 那么我们具体的会跟大家在后面进行花形的演示 好 接下来我们我们首先开始学习I-Code的起针法 好 我们这件衣服我们先来编织衣服的后片 衣服的后片以122针起编 那么这122针是我们十针一组花形 总共是安排12组花形 也就是120针 再加上左右两个编针总共是122针来进行起编 那么这里方便演示花样 我们采用小样来跟大家进行演示 我们这里起两组花形来给大家演示花形的编织 那么两组花形总共是20针 加上左右两个编针我们总共起针22针 那么大家在自己在进行衣服后片的编织的时候呢 我们一共要起针122针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开始进行起针的演示 大家在编织后片的时候 因为针数比较多 我们可以用环心针来进行编织 这里我们采用的是小样来进行演示 我就用的短直针 那么使用的方法完全一样的 我们拿起其中一个针头 然后拿起线材 首先我们打一个活结 然后把它套到棒针上 然后再以握笔的姿势拿起右棒针 我们的右手小手指把这根线在小手指上绕一圈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线材拿住了 好 然后我们用三针i-code的起针方法的话 那么我们这里要起四针就可以了 起针的方法 这个活结部分是第一针 然后我们从左向右入针 调起靠近我们的这个线圈 织一个下针 把它拉长 调到左棒针上 这样我们就起了一针 然后我们从这第一针跟第二针中间的位置入针 从上向下入针 然后调起第二针的整个线圈 织一绕线 调起线圈 拉长 把它挂到左棒针上 这是第三针 然后在第二针跟第三针中间的位置入针 调起第三针的整个线圈 绕线 调起线圈 挂到左棒针上 好 然后我们来开始进行i-code的起针 那么首先我们这四针 我们全都织下针 那么下针的方法是 我们从左向右入针 调起靠近我们的这个线圈 绕线 调起线圈 退掉左棒针上的线圈 这就是一个下针 然后第二针我们再织一个下针 从左向右入针 调起靠近我们的这个线圈 绕线 调起线圈 退掉左棒针上的线圈 这就是一个下针 然后从左向右入针 调起靠近我们的这个线圈 绕线 调起线圈 退掉左棒针上的线圈 这又是一个下针 然后最后一针我们仍然织一个下针 好 那么当我们织完了这四针之后 我们把它重新拨回到左棒针上 一 二 三 四 拨回到左棒针上的时候 我们这根线头就在织物的最左侧 然后我们再来织第一针 我们直接把线拉过来 第一针织下针 一 二 三 织完三针之后 我们调起 在这个织物的后面有这样一根线 就是我们刚才从最左侧把线头拉过来 这样有个线头 我们把它右棒针 调起这个线圈 然后绕线织一个下针 这样我们就加了一针 然后我们再把这四针 拨回到左棒针上 一 二 三 四 拨回到左棒针上之后 那么这时候我们这里已经加了一针 棒针上有原来的四针 变为了五针 好 然后我们这个线头在织物的最左侧 我们再直接把它拉过来 直接织一个下针 一 二 三 织了三个下针之后 我们再到织物的反面 很明显的这里有一根横线 很明显的这里有根 刚才我们织物从最左边的线头 直接拉到最右边来的时候 这有一根线头 我们把它调起来 织一个下针 这样我们就又加了一针 然后我们再把它拨回到左棒针上 一 二 三 四 好 我们这里加了两针 好 然后我们再织三针 然后我们再织三针 二 三 三针织完之后 我们再织物的反面 把这一根 把这根横线 我们刚才线头从左拉到 从左向右 拉的时候这样一个 这样一根横线 我们把它调起来 织一个下针 好 这样我们又加了一针 把它拨回来 拨到左棒针上 然后我们再织三针 下针 一 二 三 又放针 织完三针下针之后 再到织物的反面 调起刚才的这根 拉过来的这根横线 这根横线 很明显的 我们到织物反面 很明显的就能看到 这样一根横线 然后我们再织一个下针 好 这样我们就又加了一针 然后再把这四针 推到左棒针上 然后 然后这个线头 在织物的左侧 我们再直接拉过来 织三个下针 一 二 三 三个下针织完之后 我们再到织物的反面 刚才拉线的时候 这样一根横线 我们把它调起来 再织一个下针 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四针 拨回到左棒针上 一 二 三 四 好 那么这时候 我们除了这个三针之外 一直编织了三针之外 我们已经起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已经起了六针了 那么接下来 大家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自己完成 一百二十二针的 i-code的起针之后 我们再来跟大家演示 好 现在我们已经这三针不算 三针不算 我们已经起了二十二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已经起了二十二针 那么因为我们这里编织的是小样 安排的是两组花形 加上编针 总共是二十二针 那么我们在衣服的前后片的编织的时候呢 都要起针一百二十二针 那么这一百二十二针是不连这个三针 我们i-code的起针的三针的 好 当我们起针起到了自己需要的长度 一百二十二针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进行一下收针 好 首先我们第一针支下针 然后再支一个下针 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收掉了一针 然后再支一个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收掉了两针 收掉了两针之后 然后第三针我们这样进行一次收针一个下针 再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又收掉了一针 然后我们的棒针上剩二十二针 也就这一针 左棒针上还有二十一针 就是完全就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衣服的后片起针的话是一百二十二针 当我们收掉了这个i-code的三针之后呢 应该还有一百二十二针 那么这一百二十二针 我们全都支下针 下针的方法刚才已经演示过了 从左向右入针 挑起靠近我们的这个线圈 绕线 挑起线圈 退掉左棒针上线圈 就是第二针 好 那么我们根据这样的方法 把第一i-code的起针之后的第一行下针 全都编制完成就可以了 我们的 我们这里编制的是小样 只有二十二针 那么我们在衣服的后片总共是一百二十二针 大家可以在编制的时候呢 再检查一下我们一百二十二针 是不是正确的 好 那么接下来请大家自己完成 衣服后片 第一行的下针的编制 好 那么我们起针之后的第一行下针 已经编制完成了 翻转织物 第二行 那么首先第一针编针 我们织的是下针 那么注意我们在编制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在织物的正面还是反面 我们都是织下针 这样方便我们的编合 然后这一行第二行 我们要织一行上针 我们把线绕上来 从右向左入针 挑起靠近我们的这根线圈 绕线向外挑起线圈 退掉左方针上的线圈 那么这就是一个上针 从右向左入针 挑起靠近我们的这个线圈 然后绕线 向外挑起线圈 退掉左方针上的线圈 这就是一个上针 从右向左入针 绕线 挑起线圈 退掉左方针上的线圈 这就是一个上针 好 那么大家根据这样的编织方法 完成第二行上针的编织 总共是122针 我们这里编织的是小样 总共是22针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完成第二行上针的编织 当我们织到织屋的最左侧的时候 编针的位置织一个下针 我们把线压下去织一个下针 从左向右入针 挑起线圈 这样 这就是一个下针 我们在织屋的不管正面还是反面 两个编针都是织的下针 好这样我们第二行就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屋 第三行 花形的第三行 我们这里是每十针为一组花形 这里我们挂上在十针的位置挂上了一个记号扣 那么我们的一片是122针 也就是每十针为一组花形 总共是12组花形 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一片上 每十针挂上一个记号扣 方便花形的编织 左右两侧两组花形分别是11针 因为它们要各加上一针编针 好现在我们来开始编织 花形的第三行 第三行首先编针我们织一个下针 然后接下来在这十针我们织一针下 一针上 一针下 一针上 我们按照这样的一针下 一针上的规律 自己完成第三行的编织 那么这里我们织到了记号扣的位置 这是第一组花形 我们编织完成了 划过记号扣第二组花形 仍然是一针下 一针上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完成 我们一片上12组花形的编织 当我们知道编针的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仍然是织的一针下针 好这样我们花形的第三行就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物 花形的第四行 第四行首先编针我们织一个下针 然后我们 这里这样一个V字形的针目 是我们正面行是上针 在反面行就是下针 看到是一个下针的针目 那么我们在这个下针的针目 值一个上针 这里一根横线 织物的正面行是编织的下针 在反面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横线 是一个上针的针目 那么我们在这个上针的针目呢 值一个下针 接下来我们是就是在这个 第四行就是在上 下针的针目值上针 上针的针目值下针 这样交错的编织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完成 花形的第四行的编织就可以了 当我们知道编针的位置 仍然是值得一个下针 好花形的第四行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物 花形的第五行 第五行我们不加不减的 值一行下针 总共是122针 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这里不再重复第五行的编织 大家值一行下针就可以了 第五行下针就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物 花形的第六行 这一行我们不加不减的 值一行上针 那么编织的位置仍然是值得下针 其余的120针 我们全都值上针 一直值到最后一个编织 我们仍然是值得下针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完成花形的第六行的编织 好 第六行编织完成之后 翻转织物 我们值花形的第七行 第七行的话 首先编织我们值一个下针 然后这十针的花形 我们是值九针下针 九针下针之后 第十针值一个上针 好 这样我们第一组花形 就编织完成了 滑过记号扣第二组花形 九个下针 一 第十针是一个上针 好 这样我们第二组花形 就编织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根据九个下针 一个上针的编织规律 完成剩下来的十组花形的编织 当我们一直编织到织物的 最左侧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值得一个下针 好 这样我们花形的第七行 就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物 花形的第八行 第八行我们编织一个下针 然后十针花形的第一针 我们织一个上针 然后一个下针 接下来七个上针 把线压下去 一个下针 这样我们第一组花形就编织完成了 我们把线织绕上来 滑过记号扣 第二组花形 我们首先制一个上针 然后是一个下针 接下来七个上针 然后是一个下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根据 一个上针 一个下针 七个上针 一个下针的规律 完成剩下来的十组花形的编织 一直制到织物的最左侧 编织的位置 我们仍然是制的一个下针 好 这样我们第八行就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物 第九行 第九行 首先编针十之一的一个下针 然后十针的花形规律是 一个下针 一个上针 五个下针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下针之后 一个上针 两个下针 一 二 这样第一组花形就编织完成了 滑过记号 记号扣第二组花形 一个下针 一个上针 然后是五个下针 一 二 三 四 五 一个上针 接下来两个下针 一 二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一个下针 一个上针 五个下针 一个上针 两个下针的规律 完成剩下来的十组花形的编织 一直织织 一直织织织织物的最左侧 一直织织织 Torres 这样我们第九行就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物 花形的第十行 首先编织一个下针 然后我们织三个上针 一 二 三 一个下针 三个上针 一 二 三 一个下针 两个上针 一 二 好 这样我们就把第一组花形编织完成了 然后我们滑过记号扣 第二组花形 首先是三个上针 一 二 三 然后是一个下针 三个上针 一 二 三 一个下针 两个上针 一 二 好 这样我们第二组花形就编织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三个上针 一个下针 三个上针 一个下针 两个上针的规律 来完成剩下来的十组花形的编织 一直知道织物的最左侧 编织的位置 我们仍然是织的下针 这样花形的第十行就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物 花形的第十一行 编织一个下针 然后第一组花形 我们首先织三个下针 一 二 三 一个上针 一个下针 一个上针 接下来织四个下针 接下来织四个下针 二 三 四 好 第一组花形编织完成了 滑过记号扣 第二组花形 三个下针 一 二 三 一个上针 一个下针 一个上针 四个下针 一 二 三 四 第二组花形编织完成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 三个下针 一个上针 一个下针 一个上针 四个下针的规律 完成剩下来的十组花形的编织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编织的位置 仍然是织的下针 好 这样我们花形的第十一行 就织完了 翻转织物 花形的第十二行 首先编织织一个下针 然后第一组花形 我们首先织五个上针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上针之后 一个下针 然后是 四个上针 一 二 三 四 这样我们第一组花形就编织完成了 滑过记号扣 第二组花形 首先织五个上针 五个上针 二 三 四 五 五个上针之后 一个下针 四个上针 一 二 三 四 好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五个上针 一个下针 四个上针的规律 完成剩下来的花形的编织 一直知道织物的最左侧编织的位置 我们织下针 好 这样我们的花形的第十二行就编织完成了 那么这样我们一组完整的花形就编织完成了 好 现在我们衣服的后片参照刚才我们小样编织的花样 总共起针 一百二十二针 十二组花形 加上左右两个编织 一百二十二针 一共编织了一百五十六行 十三组花形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第一百五十七行 根据花形规律 第一百五十七行我们是织一行下针 那么在第一百五十七行开始 我们要进行衣服后片的鞋尖的银反 那么鞋尖的银反 我们是每两行六针 银反五次 那么在第一次银反的时候呢 我们是留三针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请大家看我的演示 那么第一百五十七行 我们首先织一行下针 那么下针边针的位置 我们仍然是织下针 然后我们全都织下针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根据花形规律 完成第一百五十七行的下针的编织 一百五十七行 我们织到了织物的最左侧 编织仍然是织的一个下针 好 那么翻转织物 第一百五十八行 第一百五十八行 这一行我们织 织一行上针 编织我们仍然是织的下针 然后一行上针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那么我们要进行第一次的留针 留三针不织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先完成 第一百五十八行的 上针的编织就可以了 那么反面行 我们织到了织物的最左侧 左帮针上留三针不织 这是我们衣服后片的右肩的第一次留针 三针 好 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之后 我们把右方针拿到线的下方 然后以挑上针的方式 把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拉紧 向下拉紧线头 向下拉紧线头之后 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接下来织一个上针 我们把线头拉紧之后 再把它绕上来 织一个上针 一个下针 一个上针 一个下针 好 那么我们就根据这样的编织规律 一针下 一针上的间隔的去进行编织 一直编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我们要进行衣服后片的左侧 左侧肩部的第一次的留针 留三针 不织就可以了 好 那么大家根据花形规律 完成这一行的编织 一直到织物的左侧 我们再来进行留针的演示 好 这里我们已经知道了 织物的最左 那么最后一针 上针织完之后 那么我们左帮针上剩三针 这是我们左肩部分的 第一次的留针 我们就不织了 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之后 我们把右帮针拿到线的向发 以条上针的方式 把它调下来不织 然后向下拉紧线头 然后我们仍然是根据花形规律 这是一个上针的针目 我们在上针的针目直接织下针 把线拉下去 织一个下针 在下针的针目织上针 在上针的针目织下针 我们按照这样的编织规律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我们进行衣服右肩的第二次的留针 好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完成这一行的编织 好 我们知道了织物的左侧 那么从这个银反针的位置开始 1 2 3 4 5 6 这样我们加上原来的三针 总共有九针不织就可以了 翻转之物 那么这一行我们要开始进行 领窝的位置的平收针 好 那么我们领窝的位置的话 总共留要平收掉四十四针 左右两侧肩部 我们要留三十九针 这里有六针是要进行后领窝的减针 最后我们的肩膀的位置留三十三针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已经在衣片上 这个右边从第一针开始留三十九针 我们挂上一个记号扣 中间四十四针 然后左边我们再 一直到织物的最左侧再留三十九针 那么这样总共是一百二十二针 好 接下来我们这一行开始进行 这是我们衣服后片的右肩部分 进行第二次的留针 一直知道记号扣的位置 我们再来进行后领窝的平收针的演示 那么接下来请大家看我的演示 我们把右棒针拿到线的下方 以挑上它的方式把它挑下来不织 然后向下拉紧线头 直接织下针 根据花形规律 我们这里是编织的下针 一直知道第一个记号扣的位置就可以了 好 当我们知道了第一个记号扣的位置 那么从记号扣开始到下个记号扣 中间的这四十四针 我们要进行平收针 作为衣服后片的后领窝 滑过记号扣之后 我们首先织一个下针 然后再织一个下针 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就是一个平收针 好 再织一个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第二个平收针 织一个下针 再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那么这就是第三个平收针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规律 一直把这个平收针收到 第二个记号扣的位置就可以了 这里总共平收掉四十四针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去完成吧 后领窝的平收针四十四针 那么收到记号扣的位置 我们已经收掉了四十三针 那么这里我们拿掉记号扣 再织一针下针 然后把它平收掉 这样我们就把后领窝的 四十四针全都平收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织 衣服的 衣服后片的左肩部分 好 现在领子的平收针之后 已经织到了织屋的左侧 这时候我们的左棒针上 有九针没有织 那么也就是我们第一次的留针是三针 第二次的留针 从迎反针位置开始留六针不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针 那么总共左棒针上有九针 好 然后我们翻转织屋 那么这是我们左肩的第二次的留针 翻转织屋 翻转织屋之后 我们把右棒针拿到这根线的下方 然后以条上针的方式把它调下来不织 然后把这根线拉紧 再绕上来 接下来我们这行全都织上针 这时候我们的衣服后片通过后领窝的 后领窝的平收针之后 分为了左右的两侧 左右两侧 那么线头在 好 现在我们这个衣服的后片 通过后领位置的平收针之后 衣服分为了左右两间 那么由于线头在这个左边 我们首先来处理衣服的左肩 好 这里当我们的左棒针上有九针没有支的时候 也就是第三针是第一次的留针 第二次的留针 从迎反针位置开始留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六针不支 那么也就是左棒针上总共有九针没有支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翻转 这是我们左肩的第二次的留针 翻转织物 我们第一针以调上针的方式把它调下来不支 然后把这个线圈拉紧绕上来 然后这一行我们全都支上针 一直支到我们领口位置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知道了织物的领口位置 那么领口位置 最后一针变针我们支一个下针 翻转织物 现在翻转织物之后 现在我们要开始进行后领口位置的平收针 后领口位置的收针是以 是每两行减三针减一次 每两行减两针减一次 每两行减一针减一次的规律来进行减针的 那么在后领我减针的同时 我们还要在织物的左侧进行留针 那么我们每一次是留六针不支就可以了 那么也就是当我们这一行 在知道织物的左侧留针的时候呢 我们从领盘针的位置再多留六针不支 那么使得我们的左帮针上总共有十五针 没有支就可以了 好 那么后领窝位置的收针 首先我们要支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右上两针并一针的方法是 我们第一针以下针的方式调下来不支 然后支一个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就是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这样我们后领窝位置就收掉了一针 然后我们再支一个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平收了一针 这样总共减掉两针 再支一个下针 再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平收掉了三针 然后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再支三个下针 一 二 三 一个上针 九个下针 九个下针之后 一个上针 然后是 然后是五个下针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下针之后 我们这里 我们看一下 从这个银反针的位置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针 然后这里我们再支一针过来 好 这样我们的 我们的左帮针上就一共有十五针 没有支了 第一次的留针三针 第二次留针六针 这是我们第三次的留针六针 总共是十五针没有支就可以了 翻转支物 第一针一条上针的方式把它调下来不支 把线圈拉 把这个线都拉下去 再绕上来 然后我们支四个上针 一 二 三 四 四个上针 一个下针 一个上针 一个下针 然后是七个上针 七 七个上针之后 一个下针 一个上针 一个下针 然后 我们全都支上针 一 二 最左侧 领口位置 我们仍然是支的上针 好 翻转支物 我们进行后领口位置的 第二次减针 我们这里要减两针 首先支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第一针 以下针方式调下来不支 支一个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然后再支一个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好 这样我们就领口位置减掉了两针 然后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向左进行编织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 在左肩部分 我们在棒针的左侧部分 还要进行 进行第四次的留针 那么 留六针不支就可以了 第四次的留针 那么也就是 当我们留针之后 左棒针上总共有21针不支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根据花形规律 自己向左边支 好 当我们的棒针上 从迎反针的位置又增加了六针 从迎反针位置再数 一二三四五六 六针的时候 那么这里我们是进行了第四次的留针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棒针上 左棒针上总共有21针没有支就可以了 好 翻转之物 我们第一针仍然是一条上针的方式 调下来不支 然后我们把这根线向下拉紧绕上来 根据花形规律 我们继续向左进行编织 我们一直向左编织 一直编织到左领口的位置 一直编织到领口的位置 最后一针 我们领口位置 我们仍然支的是上针 好 翻转之物 领口位置的最后一次减针 领口位置的最后一次减针 同时我们也是进行最后一次的留针 那么这时候我们只要支六针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的左棒针上从这个领反针的位置开始 再留六针 一二三四五六 六针不支 然后我们这里支六针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时候整个的棒针上 好 那么我们支最后我们最后一次留针 首先领口位置支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右上两针并一针 然后再支五针下针 一二三四 这里根据花形规律我们进行花样的编织 好 那么当我们支了六针之后 从领反针的位置一二三四五六 又增加了六 又有六针不支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左棒针上总共有27针没有支就可以了 好翻转之五 我们仍然是把右棒针拿到这根线的下方 以条上针的方式把它调下来不支 然后我们把线拉紧让上来继续支上针 一二三四 领口位置我们仍然是支的一个上针 好翻转之五 我们这个左肩的六次留针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这个斜肩的银反也就结束了 那么最后一行我们支消行 消行的方法就是我们全都把它支下针 那么这里我们第一针以调下针方式调下来不支 然后我们全都支下针 一直支到织物的最左侧就可以了 那么当支到第六针 银反针的位置 这是两个线 这一针有两个线圈 我们把它作为一针支掉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继续向左编织 一直编织到下一个银反针的位置 这一针我们有两个线圈 同时把它调起来作为一针支掉就可以了 我们用这样的方法 自己完成这一行的编织 好 现在我们衣服后片的左肩部分 就已经引返完成了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进行断线 然后把线头隐藏到 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去 多隐藏几针 防止它掉针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衣服后片的左肩部分 就已经引返完成了 接下来 那么我们就来进行衣服的后片右肩的处理 好 那么我们刚才收领窝的时候呢 是从衣服的正面直过来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右侧的肩膀部分 我们从反面来开始进行 那么我们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 反面行 我们拿起线材 把它压在织物的反面 那么这一行我们也要进行 衣服领口位置的减针 以及肩部的引返 好 那么首先我们是织一个 每两行减三针减一次 那么首先我们第一针和第二针 我们同时调起两个线圈 压紧线头这样 织一个上针 这样我们就剪掉了一针 然后再织一个上针 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再织一个平收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剪掉了三针 然后我们继续织下针 一直织到左侧 当我们的左傍针上 第一次留针三针 第二次留针六针有九针的时候 那么我们再增加六针不织 总共有十五针不织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一直向织物 向我们织物的左侧进行编织 根据滑形规律 全都织上针 当我们知道左傍针上 有十五针 有十五针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织了 这是我们第三次的留针 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之后 那么我们把这根线拿到右傍针的上方 以挑上针的方式 把它挑下来不织 然后把这根线向下拉紧 向下拉紧之后 我们根据花形规律来进行花样的编织 也就是我们织四个下针 一 二 三 四 四个下针之后 织一个上针 再织九个下针 九个下针之后 织一个上针 然后还有五针 我们全都织下针 一直织到织物的左侧 也就是领口的位置 好 这样我们翻转织物 领口位置的减针 那么织第二次减针是 每两行减两针 首先我们织一个上针的二并一 然后再织一个上针 平收掉一针 从织物的反面这样挑起来 平收一针 这样我们就又剪掉了两针 然后我们织一个上针 一个下针 再织一个上针 一个下针 然后我们全都织上针 一直织到我们的左傍针上 剩二十一针的时候 我们就不织了 那么当我们从这个 银反针的位置开始 再多留六针 一 二 那么这里还有两针 多留六针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磅针上 有二十一针不织 那么这是我们的 一 二 三 四 第四次的磅针 好 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之后 我们仍然是把线拿到磅针的上面 然后拿到右磅针的上方 然后以挑上针的方式把它挑下来不织 把这根线向下拉紧 向下拉紧之后 我们织 织下针 一直织到花形的位置 我们织一个上针 然后三个下针 一 二 三 一个上针 然后一个下针 好 那么这样我们就 编织了位置 制了一个下针之后 我们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之后 我们做最后一次的银反 那么这时候我们 方针上领口位置的最后一次减针 我们只要减一针就可以了 我们同时挑起两个线圈 制一个二并一 那这样我们就又减掉了一针 然后我们再织五针 一 二 三 四 五 根据花形规律 最后第五针是一个下针 这个时候我们棒针上又多留了 多留了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针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左棒针上 总共有27针没有织就可以了 然后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之后 我们第一针仍然以一条上针的方式 把它调下来不织 然后把线拉紧 直接织下针 一直织到领口的位置 我们就把肩部的五次银反 就已经全都银反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翻转织物 最后一行我们织消行 那么这一行我们全都是 这33针我们不加不减的织一行上针就可以了 第一针领口位置 我们以调上针的方式把它调下来不织 然后这一行我们全都织上针 当我们这里知道了 那领反正的位置有两个线圈 我们直接调起这两根线 按照一针把它织掉就可以了 好 那么根据这样的方法 自己把这一行全都织上针织完 领反正的位置同时调起两个线圈 织一针上针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去进行消行 好 现在我们衣服的后片的右肩已经编织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根据衣服后片的编织方法 来进行衣服前片的编织 好 现在我们参照衣服后片的编织方法 衣服的前片已经完成了100行 完成了100行之后 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衣服前领位领的流征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图解 当我们的衣服前片完成了100行之后 那么这里我们要开始进行前领位置的 前领V领的减帧 那么在第101行开始 我们左右两侧各留60帧 然后中间两帧我们把它留下来 以做衣服领子的尖角位置 好 当我们的领口减掉 每两行减一帧减了27帧之后 当我们的衣服的单侧肩部剩33帧的时候 我们就来开始进行衣服鞋肩的引返 那么鞋肩的引返方法 跟我们衣服后片的鞋肩的引返方法 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每两行引返6帧 我们总共引返5次 那么在第一次引返的时候呢 我们左右两侧留的是3帧 那么其他的另外的12344呢 是留的6帧就可以了 那么具体的鞋肩的引返方法 我们可以参照衣服后片的鞋肩的引返方法来进行 好 接下来请大家看我的演示 我们进行衣服前领的减帧 好 我们衣服的前片总共是100 包括两个编帧在内总共是122帧 那么我们在领口的正中间位置要留2帧 那么也就是我们第101行 我们首先根据花形规律编织花形的第5行 那么我们也就是织一行的下帧 那么我们织一行下帧 那么这里我们包括编帧在内织60个下帧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先去编织60个下帧 好 现在我们第101行已经织了60帧下帧 然后我们中间的两帧是领口部分的留帧 我们可以拿起一个记号扣 把这个两帧把它挂到记号扣上 然后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左侧的环形帧上还剩下60帧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左侧环形帧上还有60帧 我们就把它先暂时放下来不动它 接下来我们这是第101行翻转织物 第102行 那么我们这里仍然是根据花形的编织规律 来去编织去编织花形的第6行 也就是一行上帧 那么这里我们现在又是一个编帧 我们仍然是织的一个下帧 然后我们全都织上帧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总共这是60帧 60帧的上帧我们把它织完就可以了 好第102行我们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物第103行 我们编织的是花样的第7行 那么也就是首先织10个下帧 1 那么大家就继续根据花样的编织规律 继续往上编织 我们这里就不再做重复演示 而是在领口位置进行减帧的演示 那么大家根据花形规律 自己完成第103行的编织 好当我们知道织物的最左侧的时候 剩最后两帧 我们要进行领口位置的减帧 我们织一个左上两帧并一帧 左上两帧并一帧的方法是 我们把最后两帧看作为一帧 同时挑起这两个线圈 织一个下帧 好这样我们就领口位置收掉了一帧 翻转织物 这一行我们不加不减的 根据花形规律 去完成第104行的编织 那么这里编织 我们就不再织下帧 而是在反面行 以挑上帧的方式 把它挑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继续织上帧 那么根据花形规律 我们要进行花样的编织 大家不要忘记 那么这时候我们重复的是 花形的第8行就可以了 好第104行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物第105行 那么第105行我们根据花形的规律 一直知道织物的左侧领口位置 我们再来进行一次减帧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第105行编织仍然是指的下帧 我们编织的是花形第9行 我们参照花形第9行的编织规律 进行编织就可以了 第105行我们知道了织物的最左侧 那么我们同样的织一个左上两帧并一帧 左上两帧并一帧的方法 把最后两帧看作一帧同时调起 这两个线圈织一个下帧 这样我们就把又进行了一次减帧 翻转织物第106行 那么第一帧编织 在领口位置的编织 我们是以 我们是不织的 我们这里是反面行是上帧行 就以条上帧的方式把它调下来 不织 然后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完成第106行 那么这里我们重复的是花形的第10行的编织规律 好 现在第106行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物第107行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向上编织 我们在花形部分仍然是 按照花形继续进行编织就可以了 那领口位置的减帧 是每两行减一帧减27次 这里我们已经减了两次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自己完成 剩下来的25帧的减帧 注意的是我们的减帧都是在织物的正面行进行的 那么这里我们是在左侧位置进行减帧 那么反面行 反面行我们是不加不减的 好 根据这样的编织规律 我们自己完成剩下来的25帧的减帧 当我们的肩部的位置剩33帧的时候 我们再来进行肩部的影反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记住我们大家只要根据花形规律继续向上编织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衣服前片的已经编织到了第156行 由原来的60帧每两行减一次帧减27次 现在我们的棒帧上已经只剩下肩部的33帧 那么好 接下来第157行我们要开始进行肩部的影反 那么我们衣服的前片的左肩的肩部影反和衣服后片的右肩的肩部影反 是完全一样的 好 那么第157行 根据花形规律 我们是织一行下针 不加不减的织一行下针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自己完成 衣服前片左肩部分的第157行下针的编织 第157行我们织到了织物的最左侧领口部分 我们最后编针织一个下针 那么领口位置的领口位置的这个编针 我们在织物的正面 正面行织下针 反面行第158行反面行 那么我们领口位置第一针 都是以上针的方式挑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织织上针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左棒针上剩三针 我们就不织了 第158行我们织到了织物的最左侧 剩三针的位置 我们第一次我们开始进行肩部的引反 那么这三针我们是作为第一次的留针 就不织了 翻转织物 把棒针拿到这根线的下方 然后以挑上针的方式把它挑下来 不织 把线头拉紧 好 那么这样我们就拉紧之后 那么这里我们要根据花形规律 织一个上针 一个下针 那么这里我们 这就是一个引反针的位置 好 我们按照花形一针下一针上的规律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领口位置就可以了 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那么这是一个剩两针的时候 那么这里我织了一个上针 那么接下来织一个下针 然后边针仍然织一个下针 好 这样我们就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物 我们首先第一针 四五六又留了六针没有织 那么总共这时候我们的左方针上一共有九针没有织了 好 翻转织物 我们这里做第二次的引反 翻转织物之后 首先我们仍然是把这针 把线放到棒针的上方 然后以调上针的方式把它调下来 不织 直接把线向下拉紧 然后我们全都织下针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就可以了 织到了最左侧领口位置 我们最后一针织下针 好 翻转织物 首先第一针以调上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继织织上针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最左侧那么我们进行第三次的流针 仍然是流六针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流了九针 那么现在我们再流六针的话 总共我们左方针上有十五针不织 好 我们知道织物左侧的时候 当我们的左方针上 这是第一次三针的流针 第二次六针的流针 那么从引反针开始 一二三四五六 又有六针没有织 那么总共我们左方针上 一共有十五针没有织 这是第三次的流针 翻转织物 那么首先我们 仍然是把第一针 以一条上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织四针下针 一 二 三 四 一个上针 然后九个下针 然后九个下针 一个上针 两个下针 一 二 好 这样就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物 第一针调下来不织 然后 然后一个下针 一个上针 一个下针 接下来是 七个上针之后 我们看一下 这里我们要进行一次六针的流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再织一针下去 那么这样我们织一个 根据花形规律是一个下针 好 翻转织物 我们这一针 仍然是一条上针的方式 把它织下来不织 然后把线拉紧绕上来 直接织一个上针 接下来织 五个下针 一 二 三 四 五 然后一个上针 三个下针 一 二 三 边针仍然是织的下针 翻转织物 我们织六针就行了 然后我们棒针上 从这个迎反针开始 再继续多留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针 那么我们只要织到这边的六针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我们全都织上针 第一针调下来不织 然后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那么这样我们进行的是第五次流针 那么接下来 好 我们把它翻转织物 你仍然是把这个线放到右棒针的上方 我们以上针的方式把它调下来不织 拉下去 直接织下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这样我们就已经把肩部的平反已经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物 那么这行我们织一行削行 第一针把它以上针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全都织上针 当我们织到这里 一个我们这样有两个线 第六针的时候有两个线圈是我们迎反针的位置 那么我们不用管它 可以直接调起这两根线 作为一针把它织掉就可以了 然后继续织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间隔五针 第六针的时候又有这样一个银反针 然是调起这两根线作为一针织掉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行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银反针的位置的两根线圈也作为一针把它织掉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一直把这33针全都织完 我们这个肩部的鞋尖的银反也就完成了 知道了织物的最左侧 那么这是在绣洞部分的绣洞部分的流针 我们是变针之一个下针 好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肩部的鞋尖的银反就已经完成了 好 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流长线头之后断线 我们把它断线 那么这个我们线头要适当的流长一点 防止它掉针 然后我们在织物的反面把这个线头隐藏到织物的纹理当中去 多隐藏几针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 我们开始进行衣服的前片右肩的剪针 领口位置的剪针 以及右肩的银反 好 现在我们进行衣服的右前片的领口位置的处理 那么现在第100 仍然是从第101行开始进行编织 那么这里我们拿起线材把它压到织物的反面 根据花形规律 我们这一行是织的下 全都是织的下针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把这个编织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线头压到这根线的上方 也起到一个藏线头的作用 好 我们可以多隐藏几 多绕几次 把线头隐藏得更加牢固一些 那么这一行我们织60针下针 好 第101行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物第102行 第102行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仍然是织一行不加不减的上针 那么第一针编针 我们是织的下针 然后剩下来的59针 我们全都织上针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第102行我们织到了织物的最左侧 编针的位置 那么这里是在领口位置的编针 我们就不再织下针 而是仍然是织的一个上针 翻转织物 第103行我们要开始进行领口位置的减针 那么首先在领口位置我们要织一个 右上两针并一针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织一个下针 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就是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好 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之后 我们再织六个下针 六个下针之后一个上针 然后再织九个下针 一个上针 也就是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去进行花形的编织就可以了 第103行我们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一个上针之后一个下针 翻转织物 第104行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这一行我们是不加不减的 一直知道织物的最左侧 领口位置就可以了 那么好 我们自己根据花形规律 去完成 第104行的编织 好 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第104行 我们已经知道了织物的最左侧 那么最后编针的位置 这是领口的位置的编针 我们就不再织下针 而是仍然在反面行的话 我们仍然是织一个上针 好 翻转织物 第105行 第105行的话 我们领口的位置仍然是遵循的 每两行减一针 一共要减27次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减了一次 那么首先 我们这个右侧的领口位置 首先是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织一个下针 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就是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这样我们就又减掉了一针 然后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自己完成第105行的编织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根据这样的编织方法 自己完成领口位置 还剩下来的25次的减针 仍然是使得我们的肩膀的位置 剩33针的时候 我们再来进行肩部的银帆演示 好 我们衣服前片的右肩部分 已经156行编织完成了 通过27次的减针 这时候我们的棒针上 只留下了肩部的33针 接下来从第157行开始 我们来开始进行肩部的银帆 第157行开始 我们根据花样的编织规律 来编织一行下针 那么同时第一次的流针 在织物的最左侧 留三针不织就可以了 领口位置第一针 我们以调下针的方式 调下来不织 然后全都直下针 当我们知道织物的最左侧 左棒针上三针的时候 我们就不织了 这是第一次的流针 翻转织物 右棒针放在线的下方 以调上针的方式把它调下来 不织 然后我们把线圈拉紧 绕上来 绕上来 这就是一个银反针 然后我们继续织上针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就可以了 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那么这是领口位置的最后一针 我们仍然是织的上针 翻转织物 这一行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织一针上一针下 那么这时候我们进行第二次的流针 在这一行我们进行第二次的流针 也就是从这个银反针开始 再留六针不织 那么也就是我们的左棒针 这一行织到织物的最左侧之后 棒针上总共剩九针的织不织 就可以了 那么第一针我们以调下针的方式 我们以调下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根据花形规律 织一个上针 一个下针 那么一上 我们一上一下的织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我们一直织到织物的左侧 那么第一次留针是三针 第二次留六针不织 那么也就是当我们的左棒针上 剩九针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织了 翻转织物 第一针仍然是以挑上针的方式 挑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圈向下拉紧 那么根据花形规律在这个上针的针目 我们直下针 下针的针目直上针 根据这样的花形规律 一直知道织物的左侧 也就是领口位置 好 知道 我们知道了织物的最左侧 那么这是一个领口的位置 我们仍然是最后一针 直上针 翻转织物 接下来我们第三次留针 那么也就是在我们九针的留针之后 我们还要留六针 左胖针上剩十五针不织的时候 就进行了第三次的留针 好 那么这一行径 根据花形规律 我们织一行下针 一直知道左胖针上剩十五针不织 当我们的左胖针上 那么三针是第一次的留针 又第二次留了六针 那么这是第三次 我们又增加了六针 总共有十五针不织就可以了 好 翻转织物 仍然是以挑上针的方式 把它挑下来不织 把线绕上来 然后全都织上针 一直织到领口的位置就可以了 好 织到了最后一针 领口位置的边针 我们仍然是织的上针 翻转织物 我们进行第四次的留针 那么这时候 我们的左胖针上 一共有21针不织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第一针 我们把第一针以挑下针的方式挑下来不织 然后根据花形规律 第二针我们织一个上针 接下来九个下针 这是我们第四次的留针 银反针的位置还要留六针不织 一二三四五六 好 这里我们再织过来一针 根据花形规律织了一个上针之后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环形 我们的左胖针上又留了六针没有织 这是四次的流针 这是第四次的流针 这时候左胖针上总共有21针不织 好 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之后 第一针以挑上针的方式把它挑下来不织 然后把线拉紧 织一个下针 然后织上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上针之后一个下针 两个上针 一二 好 翻转织物 那么我们进行 我们进行肩部的最后一次流针 那么也就是我们从这个第四针 第四次的迎反针开始再留六针 一二三四五六 六针 那么这一行我们只要织六针就可以了 根据花形规律 第一针领口位置 我们把它调下来不织 然后织一个下针 然后织一个下针 再织一个下针 一个上针 然后两个下针 一 二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左棒针上有21针 又留了六针 总共是27针没有织 就可以了 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之后第一针以挑上针的方式 把它挑下来不织 我们把这个线直接向下拉紧 根据花形规律 我们织一个下针 然后剩下来的四针 全都织上针 好 翻转织物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鞋尖 已经迎反结束了 那么最后一行 第158行 我们织一行 销行 这里我们全都织下针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全都织下针 当织到这个迎反针的位置 是两个线圈 我们同时把这两个线圈都挑起来 作为一针把它织掉就可以了 那么每一个迎反针的位置 我们都是同时挑起它的两个线圈 作为一针织掉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一个销行就可以完成了 这样我们的第158行的销行就已经完成了 好 那么当我们这个衣片织完之后 我们的线材可以不用先断掉 可以直接跟后面的肩膀进行缝合之后 再来进行断线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肩部的缝合 好 现在我们整个衣服的前片也已经编制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衣服的缝合 那么首先我们进行肩部的缝合 衣服肩部的缝合 我们是从反面来进行缝合的 好 我们拿起衣服的厚片 正面相对相离 反面向外 衣服的侧身边对侧身边 领口的位置对领口的位置 注意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好 防止发生这个衣片的一阵一反 好 那么当我们对齐之后 把这两根磅针对齐 我们采用的是三针缝合法 我们拿起第三根磅针 第一根我们从第一根磅针上 以下针的方式挑一针 在第二个磅针上 也以下针的方式挑一针 同时挑起两针 然后绕线织一个下针 退掉这两根磅针上的线圈 这样我们就缝合了一针 然后我们再从第一根磅针上 以下针的方式挑一针 后面第二根的磅针 也是以下针的方式挑一针 在绕线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 织一个下针 退掉磅针上的线圈 这时候右磅针上有两个线圈 我们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平收掉了一针 然后我们再依次的从两根磅针上 各挑起一针 以下针的方式各挑起一针 至于一个下针 退掉两根磅针上的线圈 然后再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好这样我们就右磅收掉了一针 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肩膀的我们把左右两侧肩部 各33针把它全都缝合起来 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这里就不再做重复的演示了 好 到我们的肩部位置缝合到了最后一针之后 我们把这个线圈拉长 然后再把这个线头 从这个线圈里面掏出来 适当的拉长线头 然后断线 断线之后 我们按照刚才的长线头的方法 把它隐藏到植物反面的纹理当中去 好 然后我们把植物 我们把这个植物翻转到正面 这就是我们已经把一个肩膀缝合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参照同样的方法 把衣服的另一侧肩膀也进行缝合 方法比较简单 这里就不再做重复的演示了 好 现在我们衣服的两个肩膀部分已经缝合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衣服侧身的缝合 那么我们衣服侧身的缝合是从正面行来进行的 我们把植物翻到植物的正面 那么这时候我们是两个反面向里 正面向外在植物的正面行进行缝合 那么我们衣服侧身的缝合是在 从腋下部分有88行 那么也就是有七组花形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组花形 那么七组花形的话 在向上四行也就是在这个 一上一下针的这一行 那么一行两行三行四行 总共有四行 这里我们就一共有了88行 那么在这前后行 88行的位置我们挂上一个记号扣 另一侧也一样 好 然后我们从正面来进行缝合 好 现在我们拿起缝合针 然后拿起线材 我们把它穿过来 穿到缝合针上去 好 这个缝合针 找到这个我们I code 起针的这样一个辫子针的针目 我们从这个第一针内入针 从里向外入针 穿过来 穿过来之后 适当的流长线头 防止它滑落 然后拿起第二个 第二个一片 我们仍然找到这样一个 I code 起针的这个辫子针的位置 那么我们同时调起第一针的这样一个V字形的辫子针的位置 我们同时调起这两根线圈 穿过来 收紧 然后我们再从刚才第一个一片入针的位置 我们从上 刚才我们是从里向外入针 现在我们从外向里入针 那么这个时候同时调起下一针 同时从这个下一针的这个辫子针的针目内出来 调起的是这两根线 这调起的是第一针的左半个线圈和第二针的右半个线圈 我们把它调起来 这样把它收紧 好 这样我们就缝合上了一针 然后我们把这根针再回到第二个一片上 后面一个第二个一片上我们仍然找到这个I-Code的这样一个辫子针的位置 我们沿着这个底部再调起来 调起这样一个V字形 这样把线收紧 收紧 收紧之后 再回到这个一片 从刚才这个一片入针的位置 我们再把它调起来 调起这半根线圈 好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I-Code的边就把它缝合起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边针的缝合 然后我们在这个衣服的前面一个线圈 前面一个一片上线在这边 我们从第二个一片上 我们调起边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我们这样从字幕的正面把它这样横的这样调起来 收紧线圈 然后再回到前面一个一片上 我们也是调起这第一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我们把它调起来 收紧 好 这样我们就缝合好了 又缝合好了一针 然后再回到另一个一片上 我们调起第一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平着调起来 收紧 然后再回到前面一个一片 仍然是调起的第一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这样从字幕的正面把它调起来 把线材收紧 然后再回到第二个一片 调起的是第一根第一针变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穿线 然后回到另一个一片仍然是第一针变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我们调起来 我们调起来这样进行缝合 这样我们把每一针的 我们把每一个的每一个一片上 第一针和第二针 我们这个边针第一针边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我们逐一的把它调起来 缝合上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里也是调起的是第一根 第一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把它进行缝合 每一根横线我们都要调过去 那么在缝合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要把每一组的花形把它对齐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仔细认真的把每一根边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调起来进行缝合就可以了 同时我们要注意花形的对齐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仔细认真的把这两个把一片进行缝合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要注意在缝合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不断地这样去整理这样一个一片 使得这个线不要收到太紧也不要太松 整个一片这样平整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自己一边缝合一边进行调整 好 现在我们衣服侧身部分已经从底边 一直缝合到了第88行的位置 也就是袖口的位置 那么这是我们一个整个的缝合的效果 那么在缝合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个是要不断地去调整线的松紧 同时呢我们要把这个花形把它对起来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当缝合完了腋下部分之后 那么这根线头我们可以不用把它剪断 我们待会可以用它来进行绣口部分的调整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用同样的方法去把衣服的另一侧 侧身边把它缝合起来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这里就不再做重复的演示 大家自己继续去进行缝合 缝合完成之后我们再来进行绣口的调整 当我们的衣服侧身边从底边一直缝合到了腋下之后 那么我们这个线头没有绣掉 直接我们开始进行衣服绣口的调整 那么衣服的绣口我们总共我们用10号的短指针来进行调整 总共调整112针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调整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拿起10号的短指针 然后这里我们是边针都是指的下针 那么这个一个疙瘩就代表的是两行 一个疙瘩代表着两行 那么我们按照我们按照四行挑三针 也就是两个疙瘩挑三针的规律 总共我们把这个绣动部分挑至112针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我们挑的是第一针边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我们把它这样挑起来 我们把它这样挑起来 边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我们把棒针挑起来 然后至于一个下针 好 然后我们在紧接着的下一根 下一个边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我们也用棒针把它挑起来 直一个下针 然后再以紧接着的一个 边针第一针和第二针中间的 边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我们把它挑起来 这样我们就挑了三针 然后我们隔掉中间的一根 这一根第四根我们就不挑直了 那么我们再在下一根隔一针 我们再挑起边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那么连续的挑三针 也就是每一根横线我们都挑过去 连续的去挑三针 然后中间空一针 我们这样去进行调直 好 然后中间空掉一根横线 我们再在下一根横线上再去进行挑直 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 均匀的在这个绣洞的位置 挑直112针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单螺纹边的编织 那么我们绣口的单螺纹边 总共要编织六行 两厘米长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先第一 我们现在首先按照刚才的挑直方法 把这第一圈112针把它挑直完成 好现在我们在第一根横纸上调制了38针 然后我们从再拿起一根横纸 我们继续按照刚才的挑针方法 再进行第二根横纸的调制 那么这样就把这个针数调到了第二根横纸上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一圈的三根横纸的调制 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去进行调制就可以了 好那么这样我们现在把一圈 绣拢部分的一圈112针已经全都调制完了 这也是我们绣口部分的第一行 那么这里我们这儿腋下部分的缝合的时候 有一根镜的位置 那么这是我们这一圈的起始位置 在这根镜的左边是第一根横纸 右边是第三根横纸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拿起第四根横纸 我们来进行淡落纹画样的编制 我们首先织一个下针 然后一个上针 一个下针 一个上针 那么这样一针上一针 一针上一针下就是淡落纹针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规律把三根横纸上的112针 全都织一个下针 一个上针 织完这一圈就可以了 好那么大家就按照这样的编织规律 一针上一针下的去编织 好当我们的第一根横纸织完了的时候 那么我们以一针下针 一针上针 以上针结束第一根横纸的编织之后 我们要织第二根横纸 我们拿起横纸 把线转过来 然后我们第一针 一样的 然后只是我们把这根线 两个横纸交界的位置的这根线 我们稍微收紧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针与针之间的衔接 把线收得紧一点就可以了 好那么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 自己完成第一行 淡落纹编的第一行 一针下一针上的编织 好当我们的三根横纸上的 一针上一针下全都织完之后 那么我们又知道了这个 镜所对着的位置 所对着的这两根横纸的位置 那么我们这一圈就编织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根据这样的花形规律 在我们在下针的位置织下针 这样横线是上针 上针的位置织上针就可以了 那么也就是我们挑支是一行 刚才支了一行的淡落纹针就第二行 那么第三行 第三行到第五行 我们根据编制的规律 下针的位置织下针 上针的位置织上针就可以了 那么也就是从第三行到第五行 我们大家重复第二行的编制规律 自己完成淡落纹针的编织 然后在第六行的时候 我们来进行淡落纹编的收针演示 好 接下来大家自己完成织口部分 淡落纹针的编织 在下针的针目之下针 上针的针目之上针 好 现在我们第五行的淡落纹针 淡落纹编已经编织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第六行 我们开始进行织口部分的淡落纹编的收针 那么好 淡落纹编的收针方法比较简单 那么首先我们第一针 这是一个下针的位置 这样一个针目 是一个下针的位置 我们在下针的位置织一个上针 织一个上针之后 然后我们的左棒针 从右向左 把这一针 把这一针拨回到左棒针上 然后右棒针拿到线的上方 以条下针的方式 把它拨回到左棒针上 然后我们在下一个上针的针目 我们织一个下针 然后再把第一针 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收掉了一针 然后左棒针从右向左 把这一针拨回到左棒针上 右棒针拿到线的下方 以条上针的方式把它调回到右棒针上 然后再下一个下针的针目 织一个上针 然后把第一针 我们从织物的反面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又收掉了一针 然后左棒针从右向左 把这一针拨回到左棒针上 右棒针 右棒针拿到线的上方 以条下针的方式把它调回到左棒针上 然后在下一个上针针目内 织一个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然后左棒针从右向左 把这一针拨回到左棒针上 右棒针拿到线的下方 以条上针的方式把它调回到右棒针上 然后我们在下一个下针针目内 织一个上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然后我们的左棒针 从右向左的把这一针拨回到左棒针上 右棒针拿到线的上方 以调下针的方式把它调回到右棒针上 在下一个上针针目内织一个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好我们就接下来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编织方法 来完成单楼纹边的收针 然后在最后一针的时候 我们再来跟大家演示最后一针的收尾方法 好接下来请大家按照这样的编织方法 自己去完成袖口部分的单楼纹边的收针吧 好现在我们袖口部分的单楼纹边 已经收到了最后一针 那么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缺口 这时候我们把最后一针这样把它拨回来以后 然后我们在这个第一针的位置这是个下针 我们织一个上针 然后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把这里单楼纹边的收针的最后一个缺口把它补上了 然后把线圈拉长 从这里把这个线套出来 留适当的线头 然后断线 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它隐藏到植物的反面纹理当中去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就不再做重复的演示了 好现在我们已经把袖口的单楼纹边已经编织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领口位置的i-code包边的处理 当我们完成了衣服的袖口的调织之后 最后我们来完成衣服领子的调织 那么这里我们衣服的领子是采用i-code的包边板来完成这个领口的编织 好我们首先来进行调织 我们这里用环形针来进行领口位置的调织 那么这里我们在肩部缝合的时候呢 有这样一个线头都在这里 我们就利用这根线头来进行领口位置的调织 那么在领口的位置我们有这样一个大的V字形 那么这一个V字形代表的是两行 那么我们这两个V字形代表的是四行 我们在这四行里面调织三针就可以了 好我们同时调起这个大的V字形 编针V字形的这个针目 我们入针织一个下针 然后在第二个V字形里我们调织两针 我们先调起植物反面的一根线材织一个下针 然后再回到正面同时调起这两个线圈 再织一个下针 在这个两个V字形四行里调织了三针 然后我们这里在收一针的位置 我们再调一针 然后是每两行减两针的位置 我们再调至两针 我们再调至两针 我们在每个针目当中都调一针 一 我们在这个针目里去进行调至 二 然后我们是每两行减三针的位置 我们在每一个针目里各调一针 一 二 三 好这样我们总共调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我们的领窝位置总共调了九针 那么在另一侧领窝位置我们也要调至九针 好我们调至了九针之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每一个 每一个平收针的针目内 都调一个调一针 也就是中间平收针的位置调至四十四针 在这样一个每一个针目里 我们一一对应的去调至就可以了 那么按照这样的方法 我们把后领的六十二针 逐一的调至起来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一一对应的在这个针目内把它调出来 好 现在我们的后领部分的六十二针 那一针调至完成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调至前领位置 那么前领位置的话 我们是这样一个V字形 两个V字形是四行 我们遵循的是两个V字四行调三针 也就是我们前面刚才说过了 我们在第一个V字形 第一个针目里调一针 然后在第二个针目内调两针 按照这样的规律 我们前领单侧调至五十二针的 好 按照这样的方法 我们自己把领口位置把它调至起来 那么在中间两针流针的位置 我们也把这两针逐一的调至起来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请大家完成前领位置的调至 好 现在我们领口位置的后领的六十二针 前领个五十二针 加上中间的两针 那么我们这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领子部分的帧数呢 已经全都调至起来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i-code的包边 好 现在我们把领子上的所有的帧数把它调至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i-code的收边 那么i-code收边的方法其实跟我们i-code的起边方法是一样的 那么首先我们在第一针的位置 第一针我们调出四针 一 然后在调出的这一针跟第二针中间的这个空隙里面 我们入针调起的是这个这一针的 刚才加出来的这一针的整个的线圈 这是加出来的第二针 然后在这个空隙里面调入针调起这一针的两个线圈 第三针 同样的方法调出第四针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编织 我们开始织下针 首先织三个下针 一 二 三 然后第四针跟第五针 我们织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好 然后我们把这四针 拨回到左帮针上 织三个下针 一 二 三 然后第四针跟第五针织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织三个下针 再把这四针推回到左帮针上 织三个下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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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针我们织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然后再把它退回到左帮针上 退回到左帮针上之后 我们再织三针 二 三 第四针跟第五针 我们织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好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边就织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领口位置全都编织完成就可以了 我们到最后 这个包边的连接的 连接的 拼接的这样一个演示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请大家自己完成领口部分的编织吧 好 现在我们iCode的包边已经织到了 已经把最后一针都已经织完了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两个缺口 我们把这个iCode的这个包边的首尾来进行连接 那么这里我们同样的把线头穿过缝合针 然后这里我们把线拉过来 从第一针的位置 我们这里从里向外调起这个靠近我们的这根横线 把它这样调下来 调下来之后 我们再到起始的位置 第一针的位置 这样一个辫子的地方 我们把它调起这根辫子的这样一个V字形的线圈 调起两根入针 好 然后我们再从刚才这个 我们在磅针的这一针针目 我们刚才已经入了一针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针目 入针 从上向下入针 调起左半个线圈 然后再从下向上调起下一针的右半个线圈 这样也是调两个线圈 把它调下来 然后再回到起始的位置 调起第二针这样一个辫子针 这样一个V字形 调起第二针 我们两个线圈把它全都调起来 好 然后从前面一针 我们只走入针的位置 从上向下入针 再从下向上调起下一针的右半个线圈 右半个线圈把它这样调下来 然后我们找到起始位置的第三个辫子针 这第三个辫子针我们把它调起来 然后再回到刚才 再回到磅针的这一边 我们刚才调起了织物的一半线圈 我们再从这个位置 从上向下入针 再从下向上入针 调起靠近我们的这个线圈 调起来 然后再到起始位置 我们找到最后一针 辫子针的这个下针的针目 这样一个辫子状的形状 我们再调起整个的线圈 这样一个V字形线圈 把它调过来 然后再回到刚才我们这一针 刚才我们棒针上面推下来的最后一针 从上向下入针 然后再从边上 再从它下一针 我们再调一针出来就可以了 再把线头稍微收紧一下 好这样 我们这个I-Code边就起到了一个无缝缝合的作用 这看不出来 这样我们就看不出来这样一个接口处 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一针回到植物的反面 好 然后我们在植物的反面 把这个线头隐藏到植物的温理当中去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多隐藏几针 线头就会更牢固一些 隐藏的方法我们这里就不再做重复的演示了 大家自己去完成 隐藏好之后我们修掉多余的线头 好 这样我们就把这件衣服的领口的I-Code的包边就已经变质完成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